这就是距离昆明市区50公里的小河乡 藤原豆腐店 这也是个网红打卡点吧 一般可能它应该是周六日比较多 但是它上午不营业 下午营业 这个是 这是我的摩托车 它这是就是一个大家这些发烧友聚会的地方 在网上看的挺好 但是今天来了人家下午聊点以后才营业 我是赶着吃重饭来的 这个机车文化比较浓吧 这就是那个图文字地 它这也不是吃饭的地方 它说就是卖奶茶 大家这没来呀 你说来遗憾了 这下午两点才才啥呢 下午两点才可以营业呢 咱们咋着 咱们也得找这种吃饭去是吧 准备在这吃午饭去 藤原豆腐店 小河 你就到时候导航小河香就能来这里 挺好的这地方 有些电影巨照 屋里的设施 屋里的肯定是这个机车文化更浓 但是来走了 会不会有狗啊 这房子应该是不大 对不大 这是个老房子 但是它这个地方挺贺的 距离市区50公里 别瞎看啊 哈哈哈哈 来吃放米花 啊这块 美丽的小河 藤原豆腐店 严谨山路飙车 严谨山路飙车 严谨山路追逐 大街报警 这都是对摩托车说的 这块应该经常有摩托车 我看着 那边写着 摩托车带头盔什么的 都有 警示 行挺好 看看这种形式 你看 有点这个小特色 还有 看看米车号那边 就是屋里的拍不着 来早了 你看这车 不是车 你看这是鲜花 是鲜花吗 鲜花 这在昆明肯定是鲜花 不能再摆甲的 是吧 这样在摆甲里 昆明 这两个灯也挺具日本特色的 那咱们回市里啊 回市里吧 哎呀挺遗憾 回市里吃你烤豆腐 行 A186 投温自地 这都是那个电影剧照 挺有特色的 好嘞 就这样 拜拜了 拜拜了 拜拜 拜拜 拜拜